第一组,西藏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951年分别为1.29亿元和114元人民币 2022年分别达到2132.6亿元和58438元 按可比价计算分别增长了346.8倍和110.3倍 第二组数据,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 从和平解放之处的35.5岁提高到现在的72.19岁增长了一倍多 第三组数据,西藏的教育水平 从和平解放前高达95%以上的文盲率 不到2%的适令儿童入学率 到如今基本消除文盲 并全面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15年公非教育体系 这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是西藏都有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像西藏这样对高质量发展和人权保障 感同身受,刻骨铭心 以上三组数据的鲜明对比 印证着1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短短几十年,跨约三千年的沧桑巨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